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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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求終止袁素仁律師 在這個問題上的糾纏 大君閣下 開案陳詞是我立論的觀點 容後我自然不會提出證據 證明我所說的是否屬實 同時如果能夠證明如翠竹女士和黎法先生 有不尋常的關係 就可以解答得到業權擁有者 為何不行使她的權利 從而推翻業權佔有的抗辯理由 所以是不是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反對呢 反對無效 不過請袁素仁律師注意你的用詞 其實我的用詞已經很含蓄了 正因為這樣我很矛盾 因為真相究竟是怎樣 我沒辦法說出來 這個不可告人的關係 不可宣知於口的關係 我想除了余女士之外 沒有人能夠解答得到 我的真相究竟是怎樣 你… 翠竹… 翠竹… 怎麼說翠竹,沒事吧? 翠竹,你怎麼樣? 沒事吧 有沒有事?翠竹 現在沒事了 可能今早就沒吃東西了 一天都個律師漸格 那你冤枉你 那倒是 女人的貞節比個個條命還要緊 何律師,你可否告那個壞人 什麼磅… 給我 好 翁大壯 不知道你有什麼想說嗎? 我很關心余女士的身體狀況 我真的很怕待會她 站不到在證人欄上讓我問話 要問也不是今天 因為我們已經向老爺提請了 延期審訊 還有,我希望你不要再亂說話 因為你這樣是在踏鋼線 一個資深大律師 用不需要你這個律政書記來提醒? 沒錯,根據誹謗條例第二十一條 以指婦人或少女不精的言辭 本身即可如意訴訟 但由始至終我都沒說過一句 是說如醉足和魏法有任何性關係 其實延期都幫不了你們 還是盡量避免浪費納稅人的錢 早點放起抗電吧 不知道蔣大狀何時轉了做法官 哪有你這麼聰明 這案子其實我一早就判了你們書難 事關好戲在後頭 你們書一定是這樣的 這就是你伯爺的私人物件 都放在這裡 這些東西本來打算丟 不過你說有用,我就不丟 你今天在法庭說的話,是否真的 我在法庭上之所以這麼說 因為我發現裴翠竹的房裡還有一幅畫 上面的簽名 和你書房你伯爺那幅畫的簽名 完全一模一樣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裴翠竹的房裡有你伯爺的畫 於是我就去附近一間 舊式的冰室那裡打聽 裴翠竹的老爸一個月沒給錢 誰知道師父就發現 原來裴老先生很喜歡去那間茶餐廳 吃蛋餐 還經常和一神秘女子一起 照你這麼說 就是我死鬼老爸和那個老婆有老 之前我只有五成把握 但是開案陳詞的時候 我看見老婆激動到暈倒了 那我就有九成把握 肯定我的推測沒錯 還有一成 師父 你看這幅書門 有偉老先生的簽名 這就有十成把握了 這麼早上班? 我今天最後一天 把東西收拾走了 讓我來 謝謝 對了,我差點忘了 你去跟Mr.Smith吧 真是羨慕死人,又可以脫虎海 是 其實做飄逢不是也是打工 你猜真的好像搶腰那麼淡嗎 不過話說回來 你有沒有打算進修下班律師排嗎 不過白天上班 下班後再去就義工哪個時間 其實真的很少人像你這樣 沒事無刻都很喜歡幫人 也不是很喜歡 不過不知道 看到有人很慘 心裡就不太舒服 也不是 其實幫人也是想自己開心一點 不是你說得這麼迷太 對了,跟魏成君打的那宗官司 進展如何? 你說得對 你爸爸就是打算 在證人物方面埋首 他為了打贏官司 真的什麼都做得出來 特別喜歡用心理戰 可不可以 你媽媽 好像在瞞著我們一樣 誰還真倒楣 真倒楣 只不過他 有一個客戶打書官司 然後找那個律師苦氣 那他要跟我還是跟你呢 我不是律師 即是跟我? 走了 我走了 怎麼樣?Dr. John 不用陪你的患者嗎? 患者每天都可以見 但女朋友很難才能見到 那看我們有沒有緣分 你是不是剛剛在政府合署走? 你在附近嗎? 喂?婷婷?發生什麼事?婷婷 怎麼搞的?你怎麼開車? 我的車… 你明明剛才有車出來 你也不收藥,你要買回來嗎? 你怎麼這麼麻煩? 你小路出大路應該你讓我才對 你還說你還說你弄車升降機 還有人才告狀? 你打算賠多少? 還要我賠人,你神經病 要是這樣,我拿車來修理 你不弄完之後就給我一個單 這樣均衡一點 你把你的名字還給我 你還說我上腦 你瘋了嗎?幹什麼?幹什麼拍我? 你要走,我不阻止你 但我有報警就有證據才行 你不可以?你也要上去看照片 你再這樣,我又可以告你壞容 我非禮你?我擦瞞眼睛也非禮你了 我看你適合你的名字 婷婷,你沒事吧? 要送你去醫院檢查一下 我沒事 先生,我現在已經把車禍現場的證據 都拍下了 如果你堅持不認同 我要你承擔這次交通意外責任的話 可以報警,讓警方來處理 你決定怎樣? 你在這裡下載了,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總之剛才是你自己去橫中直層 不懂駕車而已 好了…你報什麼警? 你真的願意賠償? 總之說一句,我沒有錯 我也不是怕你報警 現在本事就沒空去玩 怎麼?你打算叫我馬會拿錢嗎? 名字,電話,車牌,你省省省省 先生,你的電話不響 現在震機,八婆,拜託你體罪吧 知道嗎?知道要害誰嗎? 三點鐘,一號停應訊 需不需要當值律師服務? 什麼當值律師? 所有被控 控罪犯為一纜表內罪名的被告人 在案件首度提堂的當日 都可獲安排律師代表被告人出庭 那你需不需要? 要花錢嗎? 你的情況,費用絕面 不用錢這麼大,隨便跳 你別碰我,否則不放過你 被告人家信,29歲,即是貨車司機 被控,襲警? 什麼?我被覆轍很丟臉 就是不認罪了 當然不認罪了 不論怎樣也要你給我打倒他 有什麼事情我先跟法官說 就先出去等個 你不用跟我談談嗎? 等一會只是過課而已 不需要的 我平時看人家電視劇的律師 跟我研究案情, 找找某些疑點 你這樣說有什麼事? 我不放過你, 你聽聽 林先生, 你完全不明白 其實我是當席律師 跟法庭的律師完全不同 當然不同, 不收錢就想吞幫 林先生, 很明顯你完全不明白 我們當席律師的工作範圍 還是這樣, 這裡有小冊子 自己回去研究一下 我現在被冤枉你, 還不給小冊子我看? 你耍我現在 被告林家信 於2005年10月3日下午10時45分 途經大角咀埃華佳期間 遭三名警員截查時反抗 跟襲擊其中一名警員, 曾寶傑 被控意圖犯罪而襲擊或襲警等罪 被告, 你承認控罪? 我沒做過, 怎麼承認? 是那些警察冤枉我 法官閣下, 我當事人訪刑控罪 本案排期至到1228號, 3號停在審 還要審?不是現在審了嗎? 你不是叫警察來嗎?不捨他們 宿傑, 當席律師 今天你沒有向你的當事人解釋清楚 今天只是過課嗎? 有, 不過很明顯他不是很清楚 我… 為什麼你這副眼鏡爆了? 什麼?剛才說賠給你, 你說不用 你不是在這裡冤枉我 今天早上傳過來的 對方有新的展示, 但不知道是什麼 不認識的女人的描述 描述是女人在床上睡覺 那是怎樣? 我就是在想會不會跟余翠竹有關 你覺得竹姐真的懂得偽法? 人家都萬指九章落地了 你現在告訴我他做索子, 我也不相信 也對, 他能坐這點 一定死定了, 全不放了 真糟糕, 竹姐好像真的有事瞞著我們 其實不用這麼愁 如果他們倆真的懂得 要證明他們倆跟這棟大廈有什麼瓜葛 有點難度 還有, 要坐傘易權佔有這個點 就更加難上加難 蔣座, 你真的很厲害 不用一個上午就能坐傘對價 雖然多拖幾堂, 可以多賺點錢 不過有時候要速戰速決 何律師, 我這麼巧 發了新的展示名單給何律師嗎? 已經發了, 我還補貼了幾罐 不認識的女人照片 你怎麼搞的? 寫得不清不楚, 叫人怎麼準備呢? 如果何律師有需要的話 我會發一張照片給她 這才是 不然別人覺得我們又出了什麼陰濕招 豈不是勝之不無 那官一天沒判, 一天都不知道輸贏 打民事不同, 打刑事 不是在毫無合理疑點下才定判決 亦不是舉證越多, 贏面越大 而是毫無破綻才是致勝關鍵 為什麼我判你們輸呢? 就因為你們露出一個很大的破綻 一好點, 比十壞點好 實踐入你們袋子 雲姐 我只見一個 另一個是我的 發哥? 另一件是我的 對不起…一杯正身嗎? 沒事 喝東西 我可以再一次 我可以 我可以 再一次 麻利,對不起,我老婆… 甚麼?你老婆?我之前沒聽你說過 對不起,其實我真的不想騙你 我老婆已經知道我和你的關係 她…她逼我斷絕和你來過 你放心,我不是那種死纏難打的女人 我們以後再次一刀兩斷 竹姐? 湘姑娘 怎麼了?你不舒服嗎? 不是,沒事…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梅姐他們說你下來了,我就來找你 是呀,有些文件給你的 謝謝,湘姑娘,真不好意思 總是要你貧民婆婆 別這麼說,能幫到你們就行了 是呀,湘姑娘 我們這場官司贏面大不大? 他們真的收回我們的房子 我們真的無家可歸 我們會盡力的 不過你也要有心理預備 對方的大象會咬著你不放的 莫小姐,你別怪我多問你一次 你真的不認識魏法嗎? 不認識 不認識的,我和這個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最好 余女士,你是不是認識業主魏法? 不認識,不知道誰叫魏法 法官閣下,我有證據顯示 證人在說謊 他根本是認識魏法的 我有份編號P十二的證物呈圖 這幅畫是魏法先生 在三十年前所畫的素描 余女士,請問你認不認得 畫中這個女人是誰? 不認得… 但是畫中屋內的擺設和窗外的景物 和你所住的單位有九成相似 最特別的就是 畫中這個女人好像年輕時的你 反對原眾用律師單憑一幅畫像 而作出無言推陳 法官閣下 就是因為這幅畫 我們有理由相信 魏法先生曾經到訪過所屬的物業 也就是余女士所住的單位 而且跟余女士有非彼尋常的關係 沒理由 魏法怎麼會到我們家? 我沒有 余女士,魏法是否曾經到過你家? 你們在那裡有做過什麼? 沒有,他沒上來 那為什麼他會趁你睡著覺的時候 跟你畫一幅這樣的掃墓?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畫這幅畫的 那你就是承認畫中的人是你 而你和魏法根本就是一早認識的 是不是? 無論如何,這麼多年我除了一群姐妹之外 沒有想過其他人 但在魏法到臨終之前還記得Mary你 你怎麼知道我叫Mary? 因為他在幅畫後寫了一句說話 Dear Mary, Love you forever 請問一下 謝謝,請你看看 意思就是親愛的Mary永遠愛你 不可能, 她對我明明虎傾虎 不可能是愛我的 危法先生到底是否愛你 並不是今天我們需要討論的範圍 我只是想請問魚女士 你現在是否還堅持 你是不認識危法先生 魚女士, 你這麼激動 是否你接受不了別人揭發你的醜事 愛魚最終問心無愧, 有什麼醜事 如果不是醜事 為何你一直隱瞞你和危法先生的關係 你是不是怕你姐妹知道 你做別人的情婦會看不起你 又或者你怕別人發現你和危法在一起 根本就是全心想拚取一些利益 是嗎? 我賭取什麼利益? 例如要危法不收租金屋藏嬌 否則她怎會那麼隨便可以登堂入室 和你憂悔, 還畫下這幅人像 你胡說, 我和她在一起 我們是真心相愛的 原來她們是相識的就收家了 真是… 我這邊不是散了嗎? 我們看看情状如何燈 魚女士 在你和危法先生交往之前 你到底知道她就是那個業主嗎? 我一直不知道她是那個業主 她也沒有提到她自己的背景 到我知道她有老婆的時候 我就要跟她分手 後來在街坊那裡才知道她是那個業主 那當你知道她是業主之後 你們還有沒有繼續見面或者說話 沒有… 在我心裡, 她是負情負义的人 我不想再見這個人 既然當時你這麼痛恨她 為甚麼你還繼續住在她的房子裡? 我們窮, 我們找不到別的地方住了 一直沒有人來收個租 我不是和幾個姊妹一直在這裡住 住到現在嗎? 法官閣下 雖然答辯人居住在上子超過三十年 但是業主、危法很明顯是知道 魚女士他們是居住在自己的物業裡 就算魚女士和危法斷絕來往之前 是不知道對方是業主 但是我方有理由相信 危法是因為和魚女士相戀在前 而覺得在情感上對她有虧欠 所以免許魚女士他們繼續居住上子 以作補償 既然業主是允許在先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 易權佔有這個情況 因此業主是絕對有權收回物業 懇請法官閣下 將物業法還給毅法遺產成計人 亦即是袁素人, 毅成君先生 真可憐, 真可憐 真可憐 最糟糕就是取足了 這次真是被淚死了 好, 真可憐 不好意思, 我已經盡力了 我們明白 我想他們也會明白 我跟你們住在約定, 我先走了 好, 謝謝 再見 你說吧, 你明明說不懂藝法 你又跟他…甚麼… 不是, 雷到我們現在 連房子也不能住, 你安心吧 你們先冷靜一點 現在的房子是被他們收回的 可是我會盡快聯絡社署 安排地方給你們住的 一場姐妹, 你這樣也要騙我們 對不起, 我真不知道要教成這樣 梅姐 小姐, 別這樣了 你最重要的是想想以後怎麼樣 小姐姐, 別這樣了 走… 今天贏得很精彩 收樓, 你這麼小的, 舉手之勞 以後還有很多大事 要Richard你關照 這就對了 我現在在大陸聊一間大事 投資幾十億 發展一個大型的商住中心 有興趣的, 一起玩吧 你們的億億聲音這麼大 我怎麼玩得起呢 大有大玩, 細有細玩 三幾千萬, 你玩得起 有錢, 齊齊找 Mr. Smith 不好意思, Richard 我有事跟Mr. Smith談 想脫身嗎?脫身 好… 開心一點 坐… 好, 繼續歡樂… 來… 你好 Mr. Smith, Tony 很久沒見 Darren, 你師父長死性 上次見到Mr. Smith一次 這麼快對人這麼好 Mr. Smith是他寶貝女的未來師父 好… 驚喜 看來今晚你不只為我開香檳慶祝 這麼簡單 那你今天要有宗大官司 我當然要送一份大的學禮給你 Yeah Mr. Smith, 你一整身酒味洗澡 來 好, 保持這個門 保持這個門… 保持這個門… 你日苦勢太嚴良 這個世界很兇險 你說什麼 我在這裡說, 生兒子很麻煩 又怕養他不大, 養大又怕他壞 總之生兒子就像犯法一樣 一失去就永遠都回不回頭 總之…總之不生好過生 你說了去哪裡?說什麼生兒子? 你不是想生兒子 為何把鼻孕都扔掉? 幸好我眼裡發現得早 如果你是眼裡 你應該看到鼻孕全都過期了 好像是 我不覺得這些是誤會 這些全都是你的真心話 你根本就是怕我有寶寶 怕我讓你結婚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如果我真的有了 你是不是要我下了他? 你是不是這麼狠心? 有了就結婚了 你的樣子根本就告訴我 你在這裡敷衍我 Sophie, 你幹什麼? 我換衣服走 還有, 過兩天我會去歐洲工作 這段時間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 我去歐洲工作 小姐 沈姑娘, 你怎麼會來的? 我知道你們今天搬 所以來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忙 他們呢? 早了 這麼快? 來, 坐吧… 本來我打算做幾道菜 跟他們戰衡 誰知他們的聲音不出來就走了 他們當然很生氣我 他們有時候想不通 真想不到丟下了幾十年的感情 要搞這種田地 不僅連那些姐妹都沒有了 還被他們說我們是水性楊花 你別這麼想, 他們一天會明白你的 不過最可惜的就是 不跟姐妹住在一起 只是暫時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再安排你們住在一起 真的? 誰知不知道? 是我 你? 是 怎麼搞的?我下午等了你半小時 你肚子餓還沒吃飯, 電話不通 不好意思, 可能我剛才說的時候 下午酒真不好意思 真麻煩 林家順? 你是誰?跟你熟了嗎? 你看看, 每次說話都像撩膠打 莊姑娘, 認得你了 你每次說話都是這樣 你不慘了嗎? 誰叫你死性不改 搞什麼?現在社工要幫我搬屋嗎? 我沒做社工了, 我去法門那裡做 不過今天就幫阿祖姐搬屋 好… 你們認識嗎?來, 一起吃飯吧 吃飯? 你剛才說肚子餓的 來, 我裝飯吧 我這個人很均衡, 借你一起回家吧 好, 又好 幸好得得得切 看見了, 近時還衝直撞的 保釋期間, 什麼都規矩一點 不然真的被警察抓到不行 保釋?你犯了什麼事? 總之得罪警察沒人走 謝謝, 有空喝茶嗎? 好, 小心點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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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 不好意思 你死眼鬼… 你死眼鬼 放小姐, 我放肥了沒有? 你怎麼知道我姓John的? 其實是八道, 想介紹你給我認識 媽媽 是呀 真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會弄成這樣 什麼時候再相看? 讓你先配上眼鏡吧 就這樣吧…再見 我怎麼也不會相看的, 我告訴你 我也不明白你 總是每次介紹男生給你 你都弄得一窩粥 不知道誰弄得一窩粥呢? 粥也好, 抱也好 不用連眼鏡也打爆 人家可以過你雙人十七 真是錯了 很小事而已, 頂多是雙人十七 你知不知道, 剛才他鬼鬼祟祟跟著我 是他誤導我認為他是一個色魔 所以問題在他那裡 色魔? 人家是心理學研究生 都是想從多一點角度了解你 所以才跟著你而已 讀書到我走火入魔的人不太適合我 阿慧, 你不小了 你無謂挑責吧 你妹妹都快要三年抱兩了 別搞, 我連烏窩都搞不定 怎麼了? 是呀, 你醒來 你先回家吧 嫁了也要多點回來外家的 你這麼喜歡寶寶 你快點自分自己生一個吧 玩一下, 每個都行 我拿奶給你喝 你怎麼不留意? 奶呢?明明在這裡 你怎麼拿了奶呢?還喝光了 肚子喝了 你打機打臉了, 妹妹的奶也喝了 你別說他, 他平日只顧著玩電腦 連飯也不吃 難得他一瓶奶喝光了 你中了兒子 你怎麼頭髮都滴水了? 廁所, 樓上漏水 漏水? 什麼事? 什麼事? 我漏水很厲害 怎麼樣? 這樣滴水快, 一定會弄到石屎霉了 是 樓上不知道嗎? 說了幾次了, 說不關她的事 左傻右傻, 誰都不肯拿錢出來弄 來弄就行了 那你盜竊給他? 不是的 如果我們證明了責任在他們那裡 我們可以去小雅前債處 追討那些維修費 可否認識法例? 不過有人法律才知法 別說了, 先抹地面吧, 濕透了 阿翔回來了, 買東西給我送 廁所, 你上班嗎? 剛才上班而已 爸爸, 你上班嗎? 準備上班 對了, 你上班, 你上班 你上班, 你上班, 你上班 你的耽誤期間弄得我頭髮都亂了 怎麼樣?還沒好, 回來就休息一下 叫你媽媽回醫院 拿幾支按摩膏回來給我擦 就沒事了 我在醫院是做清潔女工的 你以為我開藥房嗎? 你以為我好心你們 一個星期都見不到幾次 見面都吵架, 你不覺得麻煩嗎? 沒錢就麻煩 水電煤, 陽用都是錢 不計你妹妹 我們三個找起來都是慢慢的 你真是怨我賺錢少 我氣你, 被人騙了錢 別吵了… 你剛才回來吵架 免得跟你說 上班了… 上班了 對, 上班了, 再見 怎麼了?他們兩個又星球大戰? 這次是再升級, 火星撞地球 為何拿了這件衣服? 我看見你明天想要上庭穿 別說了, 你怎麼知道? 你去找我的東西嗎? 不是, 我看到你那個髮停著妙 你自己亂等我才知道 我告訴你, 你知道還知道 你別過來和楊出去 還有, 爸爸和媽媽 我不想讓他們擔心 對, 爸爸和媽媽 案件編號, KCCC 8543 被告林家迅被控依徒犯罪而襲擊 或襲警等罪 被告否認控罪 被告, 有沒有辯護律師? 找律師浪費氣了, 奧子來 他說自己來行不行? 檢控官, 你可以開始了 被告林家迅在2005年10月3日 下午10時45分 途經大角咀哀華街期間 被三名途經上旨正在執勤巡邏的 便衣警員截查 是誰? 我就是警察 我有理由懷疑你身上還有危險入物 又要搜你身 你瘋了 這話危險入物是危險入物 真是大殺人家, 手伸合作點 是呀 你要搜你身合作點, 寧願你… 別管他, 你怎麼了? 甚麼事? 阿劍, 現在D.D.D.要搜她身 你說一說清楚, 現在警察大了 入口行搜吧 我跟進入口行, 用誰讓你搜身? 說這麼多, 你這裡搜吧, 搜身… 由於被告林家迅拒絕搜身 向出手襲擊警員曾寶傑 被告最後被警方職場拘捕 控以有關罪名 被告, 你對於剛才檢控主任所 陳述的案情有沒有爭議? 你同不同意? 出聲白白吧 不過說明, 好像沒出手打過警察 更加互襲警 警員陳國新 在你要求截查被告的時候 他有甚麼反應? 他拒絕, 還想逃走 他一看到我們就走了 在他們多番警戒之下 依然拒絕和警方合作 我和兩個夥計想制服他 但是他反抗, 還推撞我們 四哥, 在你和警員曾寶傑糾纏期間 你到底有沒有出手還擊? 我不是說過了 是他們想找我藏土才跟他吵 請你直接回答我 你有沒有出手攻擊警員曾寶傑的頸部 甚麼?他插著我的頸部 我會插上去, 難道仍然是按住來打? 那你就是承認有出手打人嗎? 我只是吹自衛, 是他先動手的 我這種是正常反應 我不揭曉他, 算是幸運了 法官閣下, 我沒什麼問了 已經問了證人了, 是否判得了? 九成八分, 希望我兒子沒罪 你們別那麼緊張, 官員就是宣判的 本席聽取過各證人和被告的證供 有足夠證據顯示 被告在被警員搜查期間 曾經出手襲擊警員曾寶傑 本席現在宣判 被告林家信意圖犯罪 而襲擊或襲警等罪名成立 我不服了, 法官, 他上訴 由於被告人申請上訴 本席准取被告人 自簽一萬元, 保釋後審 不過我提醒你被告 下次上訴, 別再懲强 還是請律師代表你吧 Mr. Smith, 歡迎 恆家仙, 你請我出發 不客氣 他們說我的媽媽和叔叔 二敏俠 你好 你好… 你懂得普通話嗎? 傻瓜, 傻瓜 傻瓜 坐, 請坐… 請坐… 當然了, Mr. Smith 他在北大讀過書 是呀 所以普通話很好 現在中國騰飛 國際地位越來越高 練習後普通話真的不行 你師父這麼有軟健 你今天學習很服氣 那也要靠婷婷的實力才行 不然, Mr. Smith怎麼收他為徒 是嗎?隨便喝杯茶 你們別再開玩笑 如果讓師父聽到, 真是笑死人 對了, 婷婷 下次我借用你爸爸的打火機 不然你帶我去玩吉他嗎? Laura 來了, 咖啡中好了 今早約了客戶的檔案 已經準備好了 我想問你 為什麼我的相架會破壞了? 因為你把書桌震震 震震了相架下來 那怎麼我的書桌震震震了? 因為有人很大力地放東西 在這張書桌上 為何那個人要很大力 放東西在書桌上? 因為那個人很生氣你 他…很生氣我 他…那個火機是我 那火機? Mr. Smith? 糟了 那個人威onge亭婷 你就早點說來是吧 有什麼分別? 姐姐, 反正她都生氣了 老實說, 你究竟做了甚麼 氣得女兒那麼重要 她一定以為我為了替她洗橫手 要Mr.Smith收她做徒弟 這些都像是你的手段 要不要說得這麼難聽 做老頭關心我女兒有錯嗎 何況我只是跟她打一聲招呼 你說她不會真的這麼想吧 不是吧, 你真的決定不跟Mr.Smith 是呀, 工作又遲了, 師傅又沒了 我現在是雙失青年 但這是你的夢想 你沒理由因為你爸爸而放棄 我不想讓人感覺 我是靠爸爸拉關係 就算你爸爸跟Mr.Smith打個招呼 也要你自己有本事才行 我想他也不隨便是人都收吧 總之我不喜歡他在我背後 搞這麼多事情 他越是想安排我 我就越不肯讓他安排 但你爸爸贏面這麼廣 又白了這麼多酒 除非你不是這行的 若不然也很難逃出他這麼自生 世界這麼大 我不相信除了DOJ之外 我就沒有其他容身之所 只要我可以逃出他的魔掌 就算有多辛苦的工作 我也不介意 婷婷 為何他會來呢 我也是愛白了這麼多酒 婷婷, 我收到Mr.Smith的電話 他說你騙了我, 為何你要這樣做 你知道嗎? 你上來打爛上架 現在連師父也抄襲了魷魚 你到底要生爹什麼事? 生你好事多為 生你一定要插手我的事 跟我拘捕關係 什麼拘捕關係? 我也是在Mr.Smith面前稱讚你兩句 難道稱讚自己的女兒也有錯嗎? 況且他收你為徒 還是覺得你可做之才 不是吧? 在九歲之後 我已經學會不信你這一套 事實的確是這樣的 你別胡思亂想 如果你真的不想我胡思亂想的話 當初就不應該搞那麼多事 總之你不用說了 我不會相信你的 我先走了, 謝謝 真相真是這樣的 你說?你信不信? 如果我告訴你 竹姐和魏法是真心相愛的 他們之間是沒有任何利益衝突 那你信不信? 是呀, 真相是怎樣 只有當事人才知道 走得這麼快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想再跟他咬下去 我才走得這麼急 我有些事差點忘了跟你說 你不是說想逃離你爸爸的魔掌嗎? 這個世界這麼大 除了DOJ之外 一定有其他地方 可以令你一展所長 你是想說法院? 最近我們有些律師辭職了 我們稍後還會聘請人 如果你能應付的話 我們就可以當作同事了 也好 其實我一直都很興趣 進法院做的 而且我爸爸是不接法院的案件 如果我進去做的話 就真的可以脫離魔掌了 但是你現在沒有辦公室工作 不要緊 我可以找一個朋友借住的地方 做著樓時教授也行 誰肯借給你 總之有個大律師會借給我 不然你的叔叔一定是你 在英國讀書的前男朋友 你真的好不容易別這麼聰明? 我不會告訴Rex, 你放心 你放心, 如果有掩口肺的話 掩口肺的話 O, 歡迎進來了 我知道這裡只能借我幾個月 我還沒有工作 我有電話, 稍後再說 再見 你好 威姐 這麼快有兩三宗案件給我跟進 好啊, 好啊, 沒問題 先認識她的地方, 別做主人 表信? 要不要這麼囂張, 八婆 八婆 你是誰? 林家信, 你怎麼這麼囂張 警方律師信在我家裡? 是因為你不肯賠償 我才用法律途去追究 林, 我提醒你一下 如果你再不肯賠償的話 我就正式入品小鞋前代審財署了 告告告, 很聰明, 會告人 我快要很害怕, 上法庭 我告訴你, 要不是隔著她的電話 我真的對她不客氣 我拜託你說話小心點 你剛才說的已經構成刑事恐嚇 我可以報警的 你敢再說一次吧 總之我告訴你 如果你又中了 你現在馬上出來我現場 說清楚 林先生, 如果你還這麼不冷靜 我覺得沒必要再跟你說 是你… 我喜歡即是否認識 你看emosin 問我 你現在回答 你沒有 contexts 你還不行 我就是來 不是打開 如果說 entered 是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